中国医药大学,附设医院,呼吸治疗科,手术前后呼吸功能改善治疗。 为什么手术前后要做呼吸训练呢? 因为外科手术后因麻醉与伤口疼痛,无法有效咳嗽与深呼吸, 造成七道弹硬累积与肺部扩张不全, 致气管炎、肺炎等相关并发症。 所以借着胸部与上腹部手术前后呼吸训练, 可以维持肺部有效扩张,改善肺活量,并促进七道弹硬排除。 呼吸训练首先从腹式呼吸开始, 身体踩坐姿,后半坐卧,床头要高45度, 双手分别治愈胸前与腹部,由鼻子慢慢吸气, 同时腹部慢慢鼓起,此时手可以感觉到腹部鼓起。 注意,吸气时肩膀放松不可以抬高与松起, 持续吸气吸道吧,一气约三秒钟, 再将嘴巴撅起,缓慢将气从嘴巴吐完, 此时可以感受到腹部缓慢下降。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, 优发心肺量剂,优称三球式呼吸训练器, 用来辅助呼吸训练。 使用时身体踩坐姿或半坐卧,床头要高45度, 一手拿训练器,一手固定咬嘴, 将训练器垂直举高至双眼平视的高度, 且慢慢深呼吸二到三次, 嘴巴撅起,完全吐气吐完。 吸气, 完全吐气后, 含住咬嘴, 用快且深的吸气方式使球平稳上升至底部, 并闭气维持3到5秒钟, 再松开咬嘴, 嘴巴撅起, 缓慢将气吐完。 手术后可搭配复式呼吸与优发心肺量剂两种方法, 每小时搭配做8到10次深呼吸, 每次做深呼吸后, 去平静呼吸一会儿, 再实施下一个深呼吸, 以避免过度换气, 造成头晕, 直接发麻。 若有此现象, 请立即暂停练习, 在症状缓解后, 再继续训练。 每次训练后可搭配咳嗽运动, 以协助弹翼有效排出。 再来, 教大家咳嗽与伤口固定的技巧, 身体踩半座握姿势, 用鼻子缓慢深吸气吸到饱, 憋气停住2-3秒钟, 咳嗽时身体向前弯曲腹部出力, 增加咳嗽力量将痰移咳出。 若术后伤口疼痛, 无法用力深呼吸咳嗽时, 可使用枕头加压固定伤口。 若手术后伤口疼痛而无法用力咳嗽, 可以采用嗽气的方法协助弹翼排出, 用鼻子缓慢深吸气吸到饱, 憋气停住2-3秒钟, 张开嘴巴同时快速将气嗽出。 最后,是常见的错误示范。 在肺量剂的训练过程中, 请勿耸进用力吸气而影响肺部扩张。 请勿使用鼻子吸气。 请勿连续急促吸气。 以上是手术前后呼吸功能改善训练方式与注意事项。 大家要记得多练习哦! 请勿连续急促吸气。